乔晓鲜 换个男人吧 不换 那你揭竿起意啊 不敢 当时要被李维抢的 你可别给我哭啊 那怎么办 抬头 挺胸 走 给我表现一下 你的正功夫伯伯 江城 你怎么不当班长啊 你要是当班长的话 李维当副班长 你们俩合作起来 肯定特别有默契 可我也不是正功啊 这样的话 老师就不会搞什么投票了 你看陈晓鲜最后那一票 多尴尬呀 什么意思啊你 本来就是啊 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非要当什么班长 你干吗 抬票了 这儿抬起来吗 没错 你们几个 看着是比我大哥重很多呀 快上课了 快上课了 你倒是说说呀 你为什么不偷陈晓鲜 对啊 为什么呀 他不去了 我跟江城 江城 你为什么不适合当班长 你本来就不是 那李维就合适吗 比你合适 你疯了 你走啊 你刚才跟姜生干嘛去了 赵夕 赵夕 怎么了 你怎么了 她欺负你了 我找她去 走啊 跟我说白味去 什么 你把姜生给踹了 小声点 陈小夕可以啊你 从今天开始 我算是对你刮目相看了啊 我还以为你平常是个瘦气包 没想到你还是个罐套包子 戳狠了能碰人一脸 你说我怎么办啊 她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我要不要去跟她道个气啊 姜辰 不是 陈小夕怎么敢踹你呢 我的天哪 陈小夕这胆位也太大了 我回去得夸夸她 你怎么了 你生气了 虽然说踹人的是你 不过 我莫名觉得很爽啊 我都快愁死了 班费我都不敢找她熟 愁什么愁 赶紧数完钱吃饭了 等会儿等会儿 马上我就说好了 其实你说得对 我的确不是我当班长 你这个班长当得挺好的 好 你等等我 等你干吗 等你踢我 等你踢我 快 快 快